哈囉 大家晚上好 古泰今天人剛好南下高雄 下午的時候 古泰去衛舞影 看了舞台劇 那一部舞台劇叫直男人生 直男人生2 蠻好笑的 推薦大家有空的話 可以付個門票錢 支持一下 基本上古泰 平常其實偶爾蠻喜歡去看舞台劇的 那也支持一下本土的一個演員 那真的蠻好笑蠻好看的 古泰記得台北跟高雄好像都有 所以大家如果新春有空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古泰現在人呢 基本上就是在這個 我們黃色小鴨 最近很紅的一個景點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其實人還是蠻多的 今天是大年初九 那大年初九呢 人家說的 所以今天是 玉皇上帝的聖誕 所以 大家不妨 有空的話 其實 今天 指示以前 都可以再去跟 玉皇上帝祝壽 OK 好 古泰因為今天人剛好在外面 沒有辦法用電腦錄影 所以古泰今天就用手機一樣 這個大家就邊看古泰 目前畫面上的一個黃色小鴨 那我們邊來聊一下這個 目前台股 古泰對於台股的一些看法 好那先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這個 上個禮拜 四五兩天 是農曆封關之後的兩個交易日 農曆封關之後的兩個交易日 那 下個禮拜 緊接的要接著 228的一個連假 228連假 那 應該是說下下禮拜 下下禮拜 那再來就是元宵節 然後再緊接到3月 好 那古泰先跟大家這邊分享一下 原則上這個盤 可能有機會 古泰先講 因為上個禮拜加全是周破 那貴買跟台子旗都是周手的 可是呢 古泰先跟大家講 因為 因為 很多人 包括一些主力大戶 年前 可能有些沒有買到的 或者是有些年前就已經把資金收回去的 年後 你要逼著它買回來 有些 主力或外資或一眼內其實也情不甘 不甘不願的 所以呢 先跟大家講一下 原則上 這個盤 也許有這麼一個timing點 會 來個急速 可能 maybe 在下個禮拜 可能 如果有一個 稍微 快速一點的震盪 壓回 那 大家還不用太緊張 古泰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春天接夏天 原則上時間點大概會落在三月中旬到四月 所以 元宵節前後 也許指數還是在這邊上下震 可是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件事情 第一個 短線的人 古泰還是請大家注意 短線的人 你就是防守tm 那 做波段的人 你就是防守td 原則上這個盤 古特先生講 td沒有破之前 td沒有破之前 或者是破了之後 隔天又站回去的這種 目前 都還沒有太大危險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是 加權指數週破 可是台指期是週首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股票部分 貴買反而是相對強勢的 所以 原則上 三月中之前 大家記好 三月中之前 應該 沒意外的話 還是有很多個股 尤其是中小型 個股會亂飆亂串 可是麻煩大家 這個 時間點 還有 漲多漲少 要不要追高 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一定要 特別的 特別的 去 顏守 你的 停損跟停力 你什麼時候要追 什麼時候要追 像古台有跟大家講 農曆 新春開放盤 前一天 古台有錄影 我有跟大家講 6%以上 不要追 那你會發覺一件事情 禮拜四很強 結果禮拜五 全部 大部分的 前一天 只要是 6%以上 隔天 大概就全部都跌回來 所以你6%以上 禮拜會追的 其實很容易 就是追在 當天的最高點 OK 所以呢 原則上大家 反正 三月中之前 大家把握一下這個原則 你個股 你要做可以 還是有很標的股票 可是 嚴守一下你 超過幾% 就不要追 嚴守 停損 停力 短線的人 古代還是請大家 看一下 古代專業版的 TM 那 做波段的人 TD不要破 暫時 都還沒有事情 好 那這個盤什麼時候結束 先跟大家講 春接下 我們講國立 反正就是 一二三 春季 四五六夏季 用這樣去定義 用這樣去定義 春接下 講的是國立 一二三 四五六 麻煩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元宵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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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宵節是2月24號左右 元宵節過後 阿 然 工程會變得比較跃一些 強的 還是一樣續牆 可是個股會輪流 輪流漲 然後輪流 輪流盤 所以3月中旬之前 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目前在做一個 高檔的一個橫盤 橫盤的一個震盪 所以指數的部分 也許這個新春開放盤 單天漲了700點 六七百點也許 大家大概就會在這邊 稍微 上下政府盤整一陣子 可是個股的部分 大家去看一下貴買的現行 貴買目前 還是有蠻多股票 非常強勢的 所以3月中旬之前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3月中旬之前 大概還是會維持 中小型個股 會有不同題材 不同的資金輪流流入的一個狀態 可是 大家切記 你要追的時候 要買的時候 嚴守 趴數 比如說 橡谷泰就定義 6%以上我就不追 你要追 你也不會笨到6%才在追吧 要突破要發動了 就要趕快敲進去了 等到6% 你心癢癢追進去 剛好又靠在最高點 這個部分請大家特別謹慎跟小心 3月中旬過後 3月中旬過後 可能大家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下個禮拜呢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叫做會打的採訪 所以 如果好的話 元宵節過後 還有一波行情 也就是元宵節過後 224到3月中 這邊還有一段行情 還有一波行情可以做 可是特別留意喔 如果會打財報不好 或者是利多 或者利多出盡的話 元宵節前 也許 也許這個行情 短線上的高點 也許就在這了 元宵節後 接3月中 大概就會輪流盤整向下 所以呢 給大家幾個建議 第一個 3月中之前 大概還是呈現一個 中小型股 有題材的會 資金會亂串亂飆 所以 股胎還是傾向於 3月中旬之前 股胎還是做股票 那 做股票 要怎麼避免套在最高點 利用股胎的TUMD周育手 你就算套在高點 TN一破 TD一破 砍都小傷啦 都小傷 好不好 你不要在那邊 都已經疊一大段了 欸四肉回頭看 欸靠 假突破 所以呢 古胎的專業版的工具 隨時待在身邊 隨時待在身邊 好 那 這是比較好一點的情況下 如果輝達財報還不錯的情況下 大概都還有 一個 欸 一小段 大概都還有一小段的肉可以吃 那輝達的財報如果在下個禮拜 公布出來 公布出來 大好 當然沒有問題 如果公布出來可能不怎麼樣 或者是地獄預期 或者是利多出鏡的話 元宵節後的情況 其實大家就要稍微保守一點 大概就是這樣 好不好 好 那這個盤什麼時候正式結束 哥 他先跟大家講 什麼時候會正式來個非常大的回檔 特別留意一件事情 只要你看到家權跟貴買同步都是周破的情況下 如果他同步周破 如果他同步周破 也就是周熟那個位置 同步哪一天同時跌破的情況下 大家就要有所警覺了 大家都要有所警覺了 只要這個盤 家權貴買都還是呈現一方有手的情況下 這個盤就還可以持續完 那 大家不要忘記 今年是美國 美國年底要選舉 那台灣要520總統就職典禮 那 3月跟4月 4月5月大概又是股東會要召開 所以 不要再去空那些很妖的股票 或者是 券支比很高的股票 我還是那句話 今年的上半年 大概在3月中之前 很妖的還是會持續妖 記得切記 很妖的還是會持續妖 好 那 反正就大概注意啦 你只要看到一個訊號叫做 家權跟貴買同步周破的情況下 這裡 就是 很有機會是 來個非常大型的一個回檔 是一個時間點 所以這個請大家務必注意 只要一方有手 比如說家權手 櫃買破 或者是 家權破櫃買手 都還不用太緊張 基本上資金只要還留在這個場上 看他是留到上櫃還是留到上市 只要資金還留在這個場上 都還不用太緊張 可是如果兩個同步破的情況下 麻煩大家一定要特別小心 特別小心 那 骨胎 會試情況 如果真的有看到 比較危險的部分 骨胎也會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所以大家 如果你要看到骨胎持續分享 那就要幹嘛 按讚訂閱分享起來啊 對不對 好啦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現在人 現在大概晚上 現在大家幾點 現在晚上 滿晚的 大家現在人數還是非常多 人數還是非常多 好啦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OK 那 元宵節前 大家記得 每天對自己說 榮耀 九韻 古泰 明安 這其實是 我們等同於在利用 新年 這個 能量 這個 因為 大家都在過年 那大家 同樣都有這個 念力 跟心願 其實我們都在跟 宵宵下訂單 所以呢 大家不妨在元宵節之前 每天 起床 開頭 或者是要下單的時候 都跟 對自己說一下 榮耀 九韻 古泰 明安 那九韻呢 九韻長達二十年了 所以你每天這樣 跟宵宵下訂單 那 相信呢 這未來二十年 大家都能夠 都能夠 讓自己 能夠 榮耀的歸國 榮耀的回鄉 好不好 好 好 那古泰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好 最後做一個總結 回答財報 如果還不錯的情況下 好 這個行情 有機會延續到 三月中 好 三月中 可是三月中下旬 接四月 這裡大家 請大家 務必謹慎 好 好 那回答財報 如果真的 譬如說 下禮拜開出來 不怎麼樣 好 那元宵節過後 可能大家就要 稍微 好 挑一下個股 不要再亂唱大鳥 好 不要再亂唱講 因為接下來行情變成是 有機會是走一個強者很強 好 那 滿多個股 可能就會 短線上見個高點 就沒高點 就要準備 慢慢的盤整 向下去 做一個 小小的一個回撤 所以 這邊先跟大家 做分享 好不好 好 那古台現在手已經 手機已經沒電了 好 那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祝大家接下來操作順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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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